在比赛的过程中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这两个赛都是这么玩的吗 好 现在咱们所有的车手跟我一块下车 咱们去看你们的赛车 我的妈呀 欢迎各位车手来到 我是车手第二季宁波国际赛道 上海天马赛车场 贵阳俊驰国际赛车场 合泽国际赛车场 最后一站 青鸿岛首张赛车 每当我走进发布会现场的时候 其实我是紧张加谈谈的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回于智的 这就好比 这可能不是谈棘生物可以讲的过来 3 2 1 你得听 红灯新面比赛正式开始 这场比赛他们既分高下也绝生死 发气非常重和加速非常的快 预备电源后进束缚机构失效 举后机暴走啦 欢迎来到我是鱼雷第二季 残景后想替尾龙发起了进攻 防守非常漂亮 真的飘起来了 他不会是右前刹车爆了吧 熟悉的队友相残桥段 拉开了一车王朝的序幕 这一季比赛可以说是精彩分高 想到的和想不到的动法 空的情况下都能把他救回来 对对对对 印象比较深刻的 比如说小乔的夺冠 第一个看见方哥骑的是小乔 穷过终点线 跑球赢 小乔是冠军 娜娜和溜溜的巅峰 如果娜娜不能在第一个弯 把溜溜哥挤下去 那么第二个弯里 他就势必会被反超 还有最后时刻这个乔哥的失误 如果说一定要找一个印象最深刻的 我觉得一定就是他 老伙子 老伙子 这一季比赛的车再一次一飞冲天 爆火机的出关速度非常快 是余杨很用稳定的发挥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冠军 好 那你还是B组 对我是B组 对对对对 我就等会呗 对对对对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兜兜车的玉昂 我去的时候我大概也有一个预判 我可能也不会比人强 但是我也应该不会比人弱很多 我其实没有特别度过时代的经验 其实我跑的比赛就会是第三场 这是我认为第三场比赛 第一站的时候 我拿了一个第一的时候 我告诉我身边的这些人 他们都不都不相信 开玩笑啊 对吧 安全车回场了 选手们进入大直道 马上就要开始下半场的动态发车 动态起跑后 教主居然没有一点反应 老伙计的车再一次一飞冲天 而老沈和韩璐老师 对迪亚明展开了激烈争夺 最终第一个车获终点现场是余杨 很用稳定的发挥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冠军 大家都有一点出出意料 确实也出出我们的意料 哎余杨 没有没有没有 这狗声音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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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操我最后我们叫他了 太强了 戴利亚 戴利亚 幸运值跟发挥 它可能中间有很多种因素决定的 其中最重要的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心态 就第一战 拿第一 其实当时我的心态就是说 我啥也不怕 我啥也无所谓 就是可能就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我不知道对手到底有多强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跟他们差距有多大 所以说我就使劲全力干就完了 所以说导致第一战 我觉得是 可以说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 后面我接二连三的简陋 其实就相当于我是接二连三的 我没有犯错 所以说会有一个比较意想不到的结果 飘哥和娜娜这算是抢跑了吗 这一场本来是天狐开局的飘哥 硬生生是给整成了炸狐开局 在抢跑之后 飘哥明显有些不知所措 甚至到了一号弯 他都没有反应过来应该怎么做 娜娜也没好到哪里去 一号弯严重的推头 让他被鱼羊超过 这如果是剧本 那编剧也是个人才 切换到娜娜的视角 回放鱼羊老火机过了50米才刹车 这哪还刹得住啊 你要是再晚过5米就直接上墙了好吗 拼晚刹车也不是这么拼的呀 进入小指导 娜娜现在又回到了第一的位置 来到10号弯 哎老火机 你这个刹车点有点拼得太狠了吧 第三名第三名玉羊 老火机 你就是冠军 你不用回家了 就是牛 杀些人 来到刹车点 六六哥要动手了 似乎是六六哥通过延迟刹车来创造的进攻机会 在T11 鱼羊打算故技重拾从万线超车 好像有戏 能不能在出弯时骑平 速度差一点 出弯还是六六更快 但是六六哥疏于防守在T12 还是被鱼羊挤进了内线超过去了 通过三个弯的攻防 鱼羊老火机还是守住了D2的位置 鱼羊老火机率先进入大直道 恭喜鱼羊获得出现名额 因为技术不容易在短期提高嘛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我在最后一站 其实我是这么做的 一个好的心态 你一定要发挥出你自己该有的一个水平 想问问你 你觉得杨哥是一个幸运的人吗 鱼羊这个人吧 就是老天赏饭吃 挺幸运的 我觉得他挺幸运的 哎 玩事儿我真的没有剧本啊 杨哥就是这么幸运啊 你说他这种人都不幸运 那谁幸运 人生赢家呀 他不是一个运气特别好的人 对啊 之前抽奖 十个人一桌 九个人都中奖了 就他一个人没中啊 就这个比赛来说的话 我觉得他就是还好吧 幸运 我觉得都是实力 就是你表面上看到的幸运 其实都是就是 私下里人家刻苦的结果 他的在真正赛道里面去练习的时间和机会都很少 我知道他每次周末就狂练模拟器 天天在家就模拟器 就什么东西一学就会 摩托车汽车对吧 就是都一搞就很溜 而且呢观众员又特别好 能在这行一直混下去 有我们这么好的一帮同事是吧 陪着他玩陪着健身 他娶那么好的媳妇 我去了之后应该说 嗯 他可能觉得是比较安心吧 因为我一般运气比较好 可能会带动他 比较旺服 他跑的测试的那些成绩都特别慢 基本上倒是第一倒是第二 但是呢他这个 在动态发车的时候一下抢到前面 然后一直保持住他这个状态 就特别好 特别幸运 然后呢最后那个复活赛也是很香 对不起我这个说不下去了 拉倒不行了 编不下去了 我觉得从这个大方向来讲呢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一个人 他们其实有很多选手是没有发挥出他自己正式的水平 所以说我觉得我能发挥出来 比他们还是要幸运不少 总的来说我就是最幸运的 我觉得啊 我认为我是第二季最佳幸运的选手 这一季老伙计的表现说实话出乎我的意料 你们可能说他的运气真的太好了 对 但是我想说除了他的运气 那其实他的实力也是一部分 因为你如果实力不够强 那你运气再好 你早早就被人落下了 所以说也不会有他现在的这个成绩 他是运动员出身 对所以说你在比赛的过程中 你能感受到他的心态的稳定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在圈速上的不足 他在比赛中的那种心态 其实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最近呢我在重刷一部美剧 叫《美国众神》 里面呢这个新神和旧神 其实我觉得特别像我们这一季的选手 你好比旧神 就比较像鱼洋啊寒露他们 老媒体人 然后试驾的车非常多 经验非常丰富 那新神呢就好比我们的飘哥阿胜 95后 G世代的UP主 对他们非常热爱赛车 热爱汽车 当然还有模拟器 对 他们也在用一种新时代的方式 来传递对赛车的热爱 诶 哈喽各位喜欢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UPSPEED 盛嘉诚 诶 那个编导记得把咱们被雷的画面多剪剪掉 别放 哇 阿胜就这么横在塞到中央了 明波站阿胜被寒露老师防守到怀疑人生 在上海站又被寒露老师一发入魂 寒露老师被压迫的很惨啊 他只能又把阿胜给顶出去了 不同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两个人 原妙不可言 来到T15阿胜的入弯遭到了寒露老师的阻挡 他被迫走了一个更大的线 瞬间丢掉了对内线的防守 阿胜没有任何的敌意 他只想看看前方的风景 但寒露老师就连这点小小的愿望都没有满足他 教主和阿胜轮贴轮进入二号弯 两人互不相让 阿胜还在往外急 教主被推上了草地 重进了沙石区 诶 阿胜人呢 诶 阿胜你怎么出去了呀阿胜 阿胜的刹车点非常完速度太快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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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呢 阿胜你怎么又出去了呀阿胜 谁干的呀 是老沈 阿胜一个目中无人的入歪痕 在了老沈的面前 老沈一把把的推开了 阿胜在内线的阿胜掉头了 是被小桥撞的吗 为什么又是你阿胜 走 游戏结束 游戏结束 啊 game over 第一站我去找阿胜的时候 他非常的放松 能感觉到他其实是在享受这场比赛 非常好看 啊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不管你做什么动作 他都推头 哈哈哈哈 所以很熟悉 那个把后面找一找呗 把台压调一下 没事 我喜欢推头 不是 很开心 白嫖 白嫖 白嫖车 白嫖赛道 哎 嘖 很开心 抱着玩的心态 开玩笑了 开玩笑了 体育精神还是要有 到了这个赛场上 虽然心里说的倒数第一 但是其实体育精神就是 带行头盔那一刻 你就要奔着第一去 第一站即时练习赛的成绩出来之后 说实话我吃了一惊 因为当时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教主和飘哥身上 他们俩差了0.4秒 但其实很多人没注意到 阿胜和飘哥也只相差了0.4 但这样的一个阿胜 也为我们这一季比赛奉下了 第一个赛道部分的亮点 镜头当中还有一位选手 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线路 让我们看一下战地记者 韩璐老师的镜头 只见一道粉色幻影 从他眼前飞了过去 然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想不到在赛道里面 居然还能看到流星这种天文现象 还愣着干嘛团许愿呢 这个点被我们放大 也的确是因为他失误了 但说实话 也确实给阿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同时还有一点 让阿胜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工作原因 并没有参加第一节练习赛的 韩璐 韩哥 准备并不充分 但却在赛道上把阿胜锁得死死了 后面的阿胜也想效仿 但不同的是 韩璐老师强硬的关门 一巴掌把阿胜拍回了现实 在雨中 阿胜趁机对韩璐老师发起了偷袭 但被韩璐老师识破了 又是强硬的关门 阿胜在10号弯还想挤一下内线 不出所料再一次失败了 比赛之后 韩璐老师将成为阿胜心中永远的痛 就前面的选手 其实他是比你慢的 韩老师 他的单圈比我慢了有5秒钟 但是他就一直在我前面挡着 他走他的错误的路线 错误的刹车点 我只能跟他刹车 因为我抽头的这点距离 其实并不足以我把他抄回去 而且韩老师还挺凶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你的起步顺位会好一点的话 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相信后面的人是追不上我的 对 因为我的 我没有一个路线 我没有一个路线是对的 我没有一个路线是对的 就是我是跟着错误的路线 跑完整场比赛 其实你跟我犯了一样的错 其实你跟我犯了一样的错 就是被别人的节奏带着跑了 搭车 不是 下一站是倒序发车的 对呀 你说第二了呀 就没问题 天马能不能给我们 阿胜心车队争点光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到了第二站天马的时候 因为正好赶上 我们第一站的节目上线 所以出现了一些 对于他在赛道攻防上 实战经验上的一些评论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 这些事情 它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 所以他当时选择 尽量的 不受到这些评论的干扰 把自己的注意力 就专注在圈速和路线的选择上 我很奇怪 我练习赛的时候 别人跑不过我 但到正赛的时候 我就变成一个菜狗了 很奇怪 这是很奇怪的 你现在是什么原因 不会攻防啊 别人在我前面我慌了呀 别人在我后面我又慌了呀 那就算了 跑不了了 我就躺平了 但是有些时候 你越不想发生什么 就越容易被盯上 赶快放车 拉满 起飞 直接起飞 第一名叫主 第二名李伟龙 倒数第二 第四发车的他们 一要带回 拉开了一车王朝的序幕 第三名 51K韩景峰 最后一名发车的他 居然真的抢下了领奖台 这是一场属于吊车尾的胜利 阿盛 你需要仲裁吗 需要呀 你要仲裁吗 需要 你需要仲裁吗 我被撞掉头三次 仲裁是吧 对 一号弯 掉头两次 快速入弯的韩陆老师 躲闪不及 一头怼了上去 阿盛直接死病痕 再赛到中央 引发了后方大部队的 大面积堵车 韩陆老师被压迫的很惨 他只能又把阿盛给顶出去了 三号弯掉头一次 三次 我要投诉三次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撞成这个样子 看一下鱼羊视角的镜头回放 他在入弯时想避开阿盛 那是没有完全避开 一头撞上了阿盛的左屁股 我得中财了 我帮你再拿 有个三次 还有个三次 有个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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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二次 我还把你好玩 好 好 你站着排队 那我站那 需要有中财的来排队 一会儿再排着 一会儿再排着 需要中财的来排队 大家刚回批的时候 阿胜其实是想通过仲裁的方式 来让自理名次进一步的往上提 但很遗憾他在暖胎圈的时候 跟着教主超车了 我是真的因为我都学教主 我没有赛道经验嘛 他有嘛所以我看 这个肯定是要触发的 啊 肯定是要触发 我承认我承认这是这是对的 对对对 教主对我们赛道爱好者 他算是小玛丽前驱车的 这个精神导师吧 我看教主瘦着下过去了 我还在想 你暖胎圈开这么快干嘛呀 然后我的第二层告诉我 下雨了 跟上午的地不一样了 得找找刹车点 教主做的没错 赶紧把他跟上 然后呢我就跟上了 经过判罚之后 他的排名又再次落到了最后 阿胜和教主 你们俩在暖胎圈的时候超车了 因此发时30秒 到了第三站的时候 其实阿胜他已经把自己的状态 重新调整了回来 没有啥问题 跟第一站的问题一样 开车想买菜 但是我跟李伟龙圈数一样 他火星车 我还能跟他一样 公平还行 在第一阶练习赛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他的圈速是非常快的 跟教主差了0.01秒 那同时跟最终第一名的Nana 只差了0.3秒 韩景峰当时也觉得 自己的圈速非常快 他下来之后 去跟阿胜去说 说你圈速多少 然后阿胜说了一圈速 一下韩景峰傻了 状态爆炸 你看 13几 133 先掌第一吧 1330 真的假的 什么 这么快 多少 你比我快了0.04 没有 我车后面看 我觉得很快 车可能好 车好 因为他的干位发车 可以规避掉他不擅长攻防的问题 以及他非常快的圈速 所以说只要他不出现失误 非常有可能登上最终的顶两台 刚才我们出去不是三个人踢队吧 咱出去了 说明咱们三个快的 就是快 但是没想到的是 之前在第一站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自己的视线窄 我们当时都以为是个玩笑 但没想到他是真的窄 教主和阿胜轮天轮进入二号湾 两人互不相让 阿胜还在往外景 教主被推上了草地 重进了沙石区 重进沙石堆的教徒 速度受到了明显影响 他还想回到赛道 但是他的速度非常慢 最终停在了缓冲区的边缘 教主的车是坏掉了吗 他这一站不仅让教主彻底丧失了 争夺年度紧闻军的机会 同时也差点让伟龙失去了 本站第二名的希望 阿胜 它是和李北龙撞上了吗 阿胜轮并创始 人名不虚传 我一下子说 我要不擦车 你肯定蹭不到我这儿 我要不擦车怎么出去了 因为我看到你光一把掰起来 我赶紧坐一张 我没看见你 看见你不会这么掰 我不擦 我绝对被你顶一下 抱歉 刚才拿着那本高速啊 然后你顶了我一下子 我就开始消移了 因为上一站阿胜跟教主的碰撞 导致阿胜又陷入到了平顿的炮火中 这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嗯 练习的期间 他基本上不得买说话这一站 但是他这一站又拿到了第二名的圈速非常快 同时他是第二位发车 而且不要忘了他的前面是小桥 所以这一站他依然有很大的可能 顶上能降台 在T10号前阿胜的刹车点非常晚速度太快了 这别说抱住弯心了 你这直接是暴毙了呀大哥 和你去扪心遭到了实战大佬的制裁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阿胜在赛道里面碰瓷呢 连续的末尾名次 再加上最后一站 因为我们节目组的失误 彻底让阿胜爆发了 在试车的时候发生撞车 这个可能也就1%的概率非常小 但它就发生在了阿胜的身上 没有 试车的时候 都车撞了 没刹住 那个刹车点不对 挺无语的 哎呦哥们挺无语的 我很无语的 今天天天人呢 天天已经引咎辞职 一开始可能出于面子的考虑 他并没有特别着急 但是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看着其他的选手在练习 在讨论路线等等 他开始变得急躁 来了 马胜来了 你赶快到前面来 赶快到前面来 赶快到前面来 后来虽然给他换了新车 也给他安排了练习 可是他的状态始终没有起来 直到第二天的发布会 他依然是整个所有车手里面 最低的那个冰点 到阿胜这儿吧 首先给阿胜道个歉 昨天我们工作人员 把阿胜的车 在试车的时候弄坏了 然后导致昨天自由练习没有练成 但是经过昨天连夜抢修 然后把车修好了 刚才上午也练了 对吧 希望你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加油 好吗 阿胜 加油 只见小乔成奥自前央马 两手陈翘粘打 最后还踹了阿胜一脚 这一套打完 阿胜就失去了行动能力 彻底没法震叹了 吉他 我刚才没看见 是又被雷了吗 这我那一天 我内线 大哥我内线 贴在内线 我被撞掉头 我总不能 总不能是我的错 哥哥 这总不错 你看我的车 你看我的车 就一个弯 就一个弯 你觉得我还能开吗 我觉得我就别开了吧 我安全着想 我的天呀 我还想 我上一集吧 我至少能活个几个弯 这一集 喊 拉满 我的天 直接用效果直接击飞 本来我击飞 出发前我还拍了个手 我说这一次 一定要活到最后 整计下来 阿胜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他总是在批房 总在研究自己的车载 跟他的教练郑婉成一起在讨论 能明显感觉出来 他是真心的想跑出更好的成绩 在圈速上 他一直在证明自己 而且也确实证明了自己 可是 无奈就是无奈 为什么意外永远在我这呢 是 你不想玩 好 趁快 你不想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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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趁快 他在選一個 我們可以選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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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選一個 你很愛 和阿胜一样 同样有挫败感的 还有飘哥 他的心态也随着比赛的发展 而经历了很大的起伏 让我们恭喜教主获得了 进军正赛的资格 同时也换掌声送给飘哥 感谢他为我们奉献了 如此精彩的比赛 在发车的时候 飘哥看了 有发车长跑的事实 很遗憾飘哥被淘汰了 还有这种操作 我喜欢玩赛车游戏 自己也平常开开车 所以就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 是可以跟一些 只有屏幕上能看到的 汽车圈的媒体老师们一起来玩 我觉得这个事特别好 也许真的有隐藏高手 对吧 有能多学习的地方就要多学习 车子上差过多了 没有没有 是我出湾吧 出湾慢了 我年龄也是这一季的选手里最小 应该 然后经验上也是最少的 飘哥呢 是那种特别宅的性格 对待事情非常认真 他有着跟他年龄不相匹配的沉着和冷静 虽然他嘴上不说 但是我能明显感受到他其实心里憋着一股劲 其实我自己是知道 我比这里面大部分人快 因为教练说基本上在2分05 然后比较2分18 我不可能比教练慢15秒 把两个手剁掉我都不能慢15秒 因为和赛车的磨合时间比较短 比赛的时间一点点逼近 让他紧张了起来 我的那个前轮呢还是会比较短的 是的 所以我等一下会给你们 那我可以坐到前轮吗 可以 我现在给你拎之后前轮 好 我想要前轮 好 我觉得第一阶下来以后 感觉整个车呢 跟我应该还没有完全适应到好 然后明显感觉到这个车是 现在是很推头的 所以我现在呢 第二节的练习赛会打算 把前轮开压降到合理的水平 然后再试一下这辆车 来看一下这辆车会不会 可能开得更好 车行吗 车行吗 推动吗 车已经推 肯定推 你调一下逼着没 现在什么数据啊 我不知道 但是反正现在感觉是推的 不需要打点胎压后轮 再打点胎压吗 后轮我想要胎压再高一点 我想让它再甩一点 对对对 行 一会调一下胎压嘛 好 第一天试车完成之后 我们只有我跟教主两个人调了车 前后轮的头都帮我们调成领导 我看我没用这一拳 好 可以 对 就是那一拳 多少点是吧 16吧 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OK 飘哥第一次被打击 应该就是踢完赛了 他拳出最快的踢完 然后强者的对决 飘哥 以正常的理论来说 每个人都会去选踢最慢的对吧 因为最慢的肯定百分百上他下 他直接选最快的踢我是没想到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很有自信 他觉得最快的也没我们 也就是说数码博主活不过第一集 好了 就这样吧 没剪八十千 飘哥当时的心情其实很复杂 因为他知道踢教主基本上他就凉了 没法跑了 没法一起玩 没法就是 我想知道我比教主慢多少 但是很快他开始制定策略 想战术 因为他知道面对教主 他的胜算其实不大 很渺茫 所以他只能放手一锅 就那个方法 话筒拿掉 话筒拿掉 反正我知道什么意思了 对 就是懂的都懂了 顶人是不犯规的 在直道上 刹车去顶人是犯规的 OK 在两个车都踩悬油的情况下 顶人是不犯规的 但是问题在于我 如果你觉得能超 你就拉出来 我们的车不是那种空气动力 很夸张的车 会能吸上吗 空气动力学越差 毁流效果越强 你懂我意思吗 你用两圈机会 对 然后 拉出来 拉出来要拉的果断 要拉的果断 你不要提前拉 好的 我明白了 接下来就看我自己来 为什么会我被踢管啊 因为我比你慢 所以我前台换新台了 就拼他了 对 好 你已经拼了 那我没办法 我比你慢啊 飘哥成功的 让车主紧张的起来 我的天 前台换新啊 他把我也换新的啊 1.8 1.85 然后两个1.95 可以这样 可以跳吧 但是结果是残酷的 现在我们回看 在2号外 是他赢得这场比赛的最好 净净两个弯 教主就把压力全部抛给了飘哥 这里会不会成为他逆袭的关键点呢 果然 飘哥在左和右之间选择了第三条向上的路线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数码却UP主要上天 飘哥 飘哥还是输在了经验和心态上 你在我后面给我压力好大 我就火力全开了 没办法 太菜了 气场好大 然后我刚才都冲着去了 但是后面我自己心里越来越激了 但是跟你跑一点都不敢懈怠 不会 这个东西就是谁赢了谁就是厉害 整场比赛都被教主带走的节奏 我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我是没有办法在比赛的时候 保持跟我练习在一样的心态的 也就是说 我会被他的节奏带着跑 然后一旦按照他的节奏带着跑之后呢 我本来可能有优势的弯道 就会变得没有优势 上场之前其实做了很多准备嘛 就大家在分析这个单圈 但是问题是 当你实际上去以后 你的心态就是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练的 这就是经验的差别 我没有想到 我是成为跟他一为一的那个人 所以没办法 只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会有机会 下次再见 我们还有复活赞 期待着 好吧 其实我们对飘哥来参加比赛 是寄予厚望的 同时他也是复活赛呼声最高的选手 在复活赛当天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外 先是他自己身体可能不太舒服 头好晕啊 人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可能刚才因为我把窗户给关上了 人特别闷 然后所以刚才开的我自己不是很满意 好坦率瘦啊 你知道现在那种感觉像啥吗 做了一个开车开的很野蛮的出租车的师傅 然后坐了几公里 然后车还没油了 没油了 我一个当车都还没坐 没油了 真太炸了呀 你开的那个地方你没有油了 你是什么感觉啊 你肯定急了呀 我没油了 对不对 嗯 眼镜也坏了 走了 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之后 他变得开始焦虑紧张 我怎么回事 非常意外 你会觉得 哇怎么今天所有的不顺都在自己身上 当他知道另外两位竞争对手的圈速之后 他的心态才稍微的平静了一些 看到他们俩的排位成绩呢 我排位肯定是第一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 紧接着更大的打击 好的 现在选手们已经就位 等待信号灯的亮起 这一场比赛可以说是 哎 哎 哎 飘哥和娜娜这算是强跑了吗 虽然只是在起跑线线的一下抖 我个人觉得 有什么事 很难 第一个冲破终点 现在是娜娜 第二名飘哥 第三名玉洋 有啊 飘哥请进行跑 他没了 强跑了 强跑了 不为了 老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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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把嗓子都喊 你肯定有啊 干嘛 给飘哥和阿胜一个客观的描述 说实话 我认为他们俩一点也不足 很快 无非就是吃亏吃在了实战攻防经验上比较少 对 但是作为95后的汽车爱好者 赛道爱好者 他们能够来到这个比赛 这本身也是我们的一个初心 通过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途径 传达汽车文化 赛道文化 可能有些人会喜欢阿胜 飘哥这样的 也有人会喜欢渔阳寒露这样的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他们来带动中国的汽车文化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我都不是一个幸运的人的话 那我觉得 其他选手也确实是 确实是迪优众不幸运 你会为这个下一季做什么准备吗 我都买了卡丁车了 我每周都去开 那个肋骨不断 膝盖不断 你这个怎么能卡丁车开不好了 为了下次再参加这种比赛的时候 我就能够发挥更好一点 希望观众不要再觉得我猜 因为这个东西强就是强 你不如人家你就在练呗 对吧 你就是练起嘛 赛车这个事 练练练 你练了就快 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